是要求我們今天要回韓,對不對 因為整個WHO的網站報名是到5月9號 所以今天是5月9號 所以他希望我們5月9號以前回韓,我們今天回了嗎 還沒 還沒 那OK,那這樣子我們等一下再 其他的部分我們等一下再討論 我們請陸委會副主委 請副主委被選 委員好 副主委辛苦了 我想大多數的台灣人認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過去大家這個8年來政府忍辱負重 接受Chinese Taipei這樣子的稱呼 我想 不能接受,但是他其實本質上還是矮化嘛,對不對 因為剛才你的報告也講到 其實過去8年來政府主張應該是中華民國嘛 這個是 呃,在中華民國憲法下 我們主張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 那過去8年來是以 中華台北的名義參與WHO 所以 相較於中華民國,中華台北他還是矮化嘛 但是 我們 在九二共識之下 去接受這個 某一種安排 這個就是 參與國際社會是事關台灣民眾的權益 也是 我們的 權利和義務 所以 我想 對,我想這個我們簡單回答就好 相較於中華民國,中華台北是矮化,對吧 我想在很多國際參與的空間 都有一定的 呃,參與的慣例 好 所以不確定這樣是不是矮化就對了 好,那我 那 那我們現在 回到你們剛剛講的這個 剛剛您所說的這個九二共識的部分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你可不可以再 詮釋一遍 它的概念是什麼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就是在當初 呃,經過 海基會和海協會的寒電往來 雙方對一個中國內韓都各有堅持 所以經過寒電往來以後就是 呃,我們 呃,海基會發一個文就是說 是不是在這個 呃,各自表述的範圍內 來做一個 呃,對一個 一個 中國的一個表述 那海協會回韓就表示尊重 並且接受 呃,我想 我們直接看一下我們的那個 那個power point上面 因為你講的還是蠻含糊的 那對於國人來講 其實一直都不太有辦法確認 那我們整理過去多次你們的這個發言 我想九二共識應該就是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那互不承認主權 互不否認治權 那兩方 一方在中國方面 他主張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這邊 過去八年來主張 中國是中華民國 但是我們擱置這樣的主權爭議 互相交流 對話、合作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吧 我剛剛敘述的是 當年在九二共識的這個 一個 一個 寒電往來的情形 那在中華民國憲法 和兩岸條例的精神下 我們就是主張 一中各表的各表 在我們是主張 副主委 你再聊一下 再來說明一下這個 聯合國 2758決議文的內容是什麼 2758決議文是在1971年的時候 聯合國做了一個決議 那主要的其實是在 處理有關 代表權的問題 那這個處理代表權的問題 事實上 並沒有辦法解決 2300萬 台灣民眾的問題 好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 2758決議 裡面他 這個 最後的結論 前面我們就不附述 結論就是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 從他在聯合國組織 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 非法占據的席位上 驅逐出去 所以我想問一下這個 這個決議文 他等於九二共識嗎 這個在當初的 其實時空背景不同 所以不能用這樣的方式來 他不等於九二共識嘛 你看起來這個裡面 他有提到說一中各表嗎 有提到 擱置主權爭議 那來善意的交流合作對話嗎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的就是說 剛剛我提到 這是在1971年 那時空背景已經是不同 那跟九二共識的 當初的基礎是 也不同啦 那這樣子為什麼 總統府發言說 這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善意互動的延續咧 我想這邊 因為你也不是總統府 所以你很難替他們解釋 但是我很替各位不值 因為各位忍辱負重去接受 不是台灣民意認為的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但是為了要能夠推動台灣的這個外交空間 非常的不值啦 委員我可不可以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說 剛剛我提到這2758號決議文是1971年 那九二共識是 在1992年當初的一個共識 共識的一個內容 那也因為有這個九二共識 所以我們有實際參與國際活動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在打臉馬總統嘛 因為你有九二共識 所以有實際參與的空間 所以不是因為有這個決議文 可以參與國際空間嘛 現在他給你的邀請函 是說附帶這個決議文 所以這不是善意的 結果馬總統 總統府說是善意的 所以你剛剛是不認同總統府 沒有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參與國際社會是全民的一個 權利也是一個義務 所以你認同總統府的說法嗎 我覺得你們現在的講法很 你為了要堅持這個不認同 可是你又不想要批評總統府 在這邊非常的模糊 我只要再次確定 你認為這是善意的嗎 我覺得去參與國際社會 就是一個正面的意義 那這個部分我們希望在 評論尊嚴的立場去參與 現在這樣子的狀況 他說這又退回到這個 45年前的這個決議文 這是善意的嗎 我有提到時空背景不同了 所以善意嗎 既然已經不同 那現在還提45年前的事幹嘛 時空背景不同 那因為有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所以才會有八年來的 國際參與空間 是 所以我現在再問一次很清楚 事實上九二共識也是25年前的事 跟現在的時空也已經不同 可是你們願意退回到25年前 沒關係 我沒有要跟你爭這件事情 他現在真退回到45年前 而且沒有處理台灣的問題 你剛剛也提到 那這樣是善意的嗎 所以我們有對 有對這一號決議文 我想外交部和衛福部都有相當的表達 那陸委會也有在 所以你們跟總統府的表達不同 陸委會也有在 禮拜六 禮拜五晚上有發出了一個新聞的說明 那事實上我們對於參與國際條件 參與國際社會不應該附加條件這件事情 我們也有表達我們的意見 我想在這邊 我還是要跟副主委說一聲你們真的辛苦了 因為你到現在都還不敢直接的去打總統府的臉 你們說你們表達了不同的立場 衛福部也表達了不同的立場 只有總統府說這是善意的 而你們又不敢講總統府 為什麼過去你們八年來 已經接受總統府 他們要求的九二共識 今天在國際上連九二共識都可以不要了 總統府還說九二共識 不是九二共識的這一種邀請函的方式 他也是可以接受也是善意的 而你們現在在這邊變得進退失去 你們又不能批評總統府 可是事實上這跟過去八年來堅持的又不一樣 我在這邊最後要表達 我們有表達不滿和嚴重的立場 對 所以這個不滿其實不只對中國大陸不滿 不只對WHO不滿 也是對總統府不滿 事實上是這樣 但你不敢講出來 但按照剛才我們的推理 我是跟你們站在 站在你們的這一個過去八年的立場來講 你們事實上也是對總統府表達不滿 但是不能說出來 我知道 所以你不用講沒關係 委員的推理跟我們的推理實在差異太大了 大家的笑聲可以聽得出來 大概是不是認同 所以我最後我要再一次表達 我自己 認為未來 我們要表達的這個立場 不只是 這絕對不是善意的 不是像總統府說的是善意的 這絕對不是善意 而且 我們 要去參加 參加的時候要表達的抗議 也不是可以接受Chinese Taipei的這種抗議 我們要去參加 要去出席 而且要清楚表達台灣最新的民意 就是台灣認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如果我們去表達的這個抗議 不能 清楚表達這樣子 而是退到不只25年前的九二共識 還退到45年前的這個決議文的話 那不如不要去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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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